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壶属于南科植物的石壶石壶有70多个物种 石壶最早记载于2000多年以前的神农本草经 幽兰在山谷 本字无人石 说到石壶 贵州人最熟知的就是铁皮石壶和金钗石壶了 这两种也在贵州地区种植最广泛 石壶它喜欢长在一些湿度比较大 空气湿度8%以上的这些地方 温热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在一些河国地带就非常适合种植 比如我们贵州的前南的楼殿 我们前西南的侧亨 荒漠 安农 西域这一带就非常适合我们石壶的种植 贴州的种植 除了以上这些温热的地方 利波 丹寨 盐河等乌江流域 河谷地带 也是非常适合种植铁皮石壶的 赤水的那个紫色区域 包括这个赤水和流域这一带 就非常适合精彩石壶的生长 它长在这个野外 这个石头上 尤其是那个丹下石 非常适合我们精彩石壶的生长 应该说除去碧杰市和雷公山 因为海拔太高 冬天温度低 不适宜石壶的种植和生长以外 贵州很多地方都适合种植石壶 这也就是为什么贵州的石壶产量 较高的原因 那么说到这里大家就会问 既然产量高是不是都是野生的呢 我手边拿了就是铁皮石壶 我拿了这个瓶子里面的 是铁皮石壶的种苗 我们通过组织培养以后 获得了种苗 将种苗要移栽到我们大棚进行循环 循环完了以后 一般一年左右了 我们要移栽到这个植外 黄老师说 由于现在石壶资源稀少 尤其是野生石壶的资源非常稀缺 所以通过研究人员的努力 现阶段我们市面上更多的是人工种植的石壶 像这种铁皮石壶在我们贵州种植面积就达七八万亩 我们尽量要使用这种防野生栽培的石壶 防野生栽培的石壶实际上品质相当好 我们通过检测它的多糖含量 和我们野生的石壶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差异 黄老师说 其实野生石壶和防野生栽培的石壶 从品质和功效上来对比 没有明显的差异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地选择防野生种植石壶 这种防野生种植的方式 我们不食肥 不打农药 也就是完全的那种原生态的 家庭种植石壶 不管是光 温 水 肥都会有一定的要求 首先第一点就是温度 石壶怎么养一 温度要适宜 家庭种植石壶它主要在温度上 它的要求一般在20到26度 这期间都可以适合石壶的种植 石壶对温度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冬季气温降低 那就要把石壶移进房内 另外石壶洗阴 让阳光直射也是不可取的 石壶怎么养二 避免光照墙 我们尽量把它放在 避免这个阳光直射的这个阳台 因为它要求石壶要求生长的光照 一般是在 就是全光照的话 我们要求它遮阴率 应该在40%到50%之间 很多家庭 都是在阳台上种植石壶 早上的阳光对它的生长是有利的 但是在中午和下午的时候 就要尽量避免阳光长时间直射 那样会导致石壶叶变发黄 植株生长瘦弱 石壶对土壤的要求也比较高 一般的土壤并不太适合 石壶怎么养三 基质要疏松 石壶它主要是气生根 它不利于在脸种的基质中生长 所以我们在选择基质的时候 在日常生活中 所选择基质要尽量选择疏松一点的 石壶对种植基质的要求 是疏松透气 所以平常的土壤不太适合 现在市场上能够买到树皮 椰糠 把这些物质粉碎作为种植基质 会更适合石壶的生长 石壶怎么养四 谁要建杆再浇 一般来说 这个基质第一次种下去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这个基质浇透 浇透让这个基质漏水 漏在这个托盘里面来 漏在托盘里面来 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托盘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浇一次水 建杆届湿是植物浇水的一种方法 种在阳台上的石壶 夏季就可以参考这个方法 冬季的话则可以减少浇水的频次 只要注意保持湿润感就行 石壶怎么养五 按需施肥 出栽石壶的时候 可以同时施一点缓施肥 缓施肥 富含大量石壶生长需要的蛋铃甲 释放期可以长达90天到120天左右 后期施肥不用频繁 每年三月施一次就可以 在种下去石壶之后 我们只要施少量的缓施肥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花盆 我们可以施个五到十克的缓施肥 施下去石壶用这个机子把它盖一下 盖住之后在浇水的情况下 它会缓慢地释放到石壶的根部 这样我们就有利于石壶的生长 夏季是石壶生长比较旺盛的时候 可以根据它叶片的颜色 来判断是否缺肥 如果在夏季看到这个石壶 叶片处于黄色的时候 它表明它是缺蛋 我们可以酌情地给它撕一点蛋肥 刘老师提醒说 石壶叶片发黄 还可能是因为病害 浇水浇多了 导致石壶根系被腐蚀 这就不是施肥能解决的问题了 石壶怎么养溜 湿度大 亦患病害 发生病害主要是家庭种植的 就是摆放石壶花盆的区域 湿度过大 比如说冬天 但夏天可能会好一些 如果冬天放置石壶花盆的区域 湿度过大的话 比如超过80%以上 这个时候石壶的植株的遗片上 通常会出现一些病斑 那么出现这些病斑 大部分是碳菊病 有一部分的嗅病 为了预防病害 要时刻关注室内湿度 如果湿度过大 可以提前喷湿一些杀菌剂 比如多菌磷 百菌青等药物后 再把石壶放置到屋内 其实沙壶本身就是南国之物 就要有一个法 所以能热物的中国沙壶 只能有用 有人过很少 真的是一举两点 好 休想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是要监督 精彩绿 别测试看 杂西平 做一所有温度的幼儿园 在广电滨江园区 每个空间都有着教育的意义 每个瞬间都充满着快乐与温馨 孩子 愿你的童年是五彩的河 是善良的桥 愿你的未来是七彩的路 是精彩的书 广电滨江幼儿园 爱与成长 并肩前行 地宝当家栏目 由长康百分百 纯芝麻油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别急 接下来一个节目 我们接着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心理咨询师刘航 今天分享 节后综合症 上班状态不佳 如何调试 那过节以后 大家都不想上班 即使坐在了工位上 也是觉得心不在焉 不在状态 这个时候如何调试 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 减少自责 允许不适 心理学研究表明 我们最大的敌人 就是自己 当我们节后状态不佳的时候 一方面 老子里有个声音说 哎呀 真的不想上班啊 好烦啊 可是会有另外一个声音说 啊 你怎么这样呢 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哎呦 你这样下去要完蛋了 所以两个声音 引发了我们的泪耗 反而加剧了负面情绪 所以这个时候 咱们要理解 节后上班状态不佳 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在长假期间 我们的身心的节律被打破了 它要回到原来的节奏呢 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没关系 允许自己松散一阵子 很快它会随着上班的正规 你就会回到状态了 当感觉自己实在疲倦时 还可以用积极暗示 给自己鼓劲 对自己说 我看见了 我看见我有些累 我看见我现在有些疲惫 我的身心需要时间恢复 这是正常的 我可以慢慢调整过来 第二 调整作息 健康饮食 过年以后状态不佳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过年期间 我们的饮食过于游历 所以当恢复上班以后 我们尽量清淡饮食 多吃蔬菜水果 优质碳水 好的营养的摄入 会让我们的身心 更快地恢复到 一个健康的状态 同时尽管我们 再疲惫再不适应 还是要坚持早睡早起 慢慢地身体 就会回到 那个正规的轨道上来了 第三 降低期待 完成优先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 我们尽量选择一些 简单的工作来启动 因为大佬他需要一个 恢复工作的程序 所以慢慢地做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只要能按流程 早不出错就可以了 不要对自己有太高要求 不要要求工作出彩 或者恢复节前的水平 这样我们慢慢做一些 相对擅长和更容易成功的项目 从小的成功里 获得那个体验感 大佬就会越来越积极 第四 积极视角 善待工作 很多人节后不想上班 会把这个原因怪罪为工作 你看嘛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工作 你看嘛 就是因为我的老板不好 所以我才不喜欢上班的 其实这样的归因 反而会让自己越来越沮丧 无力 更有挫败感 所以咱们可以调整视角 以乐观的心态 来善待养家糊口之事 比如过年你要上班了 那天起床的时候 就对自己说 哎呀 太好了 我过完节以后 还有班上 真是很幸运啊 然后走到单位上 对自己说 哎呦 你看 我还能走到单位上 说明身体很健康 真是很幸运啊 我们公司还没垮 真的很幸运啊 好 即使什么都不想做 坐在工位上 发了一下呆 就对自己说 你看 我上班 还有时间可以发呆 真的好幸运哦 总结一下 减少自责 调理作息 降低期待 善待工作 希望大家都好为个小方法 早饭 你要先个状态 每个节目一会 还是个新的工作状态 千万不要再有些 结合综合生而烦恼 好 黄告老头 更多精彩旅路 陪我接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吽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今下个节目给大家认真了 为了预防宫颈癌 冯女士在三年前就专门赶赴香港 接种了HPV疫苗 但前不久她发现自己身体出了些状况 赶紧找到医生咨询 这个病人前段时间开始有少许的阴道出血 这个病人在就医的过程就发现了 高维性的HPV16阳性 然后取下来火箭就是癌前病变 接种了HPV疫苗 为什么还会出现癌前病变呢 据医生介绍 有很多女性认为 接种了HPV疫苗就万事大吉 这个观点是很大的误区 目前的HPV疫苗都是预防性疫苗 它是没有治疗作用的 二架和四架疫苗 涵盖了大约70%的致癌形别 九架疫苗 也只涵盖了大约92%的形别 所以实际上 并不是说 疫苗能够涵盖100%的 所有的致癌的这种形别 此外根据公颈癌的发展进程 医生推断 冯女士在接种疫苗时 已经感染了HPV病毒 在这种情况下 接种疫苗也无法预防公颈癌 看这个病人的这种病史来说 它是三年前 然后接种了九架的HPV疫苗 但实际上 如果是到癌的这个过程 一般我们认为 大约是经历十年的时间 所以实际上 它在接种疫苗的时候 已经有HPV16感染 而且导致了癌前病变 目前医生已经对患者 实施了公颈癌根治术 但医生提醒女性朋友 接种HPV疫苗的最佳年龄 应该是九岁到十四岁之间 有需求的市民应该尽早接种 此外 接种HPV疫苗的目的是 防范公颈癌 但这并不意味着 接种疫苗后可以万事大吉 所以实际上 我们还是应该规范地 进行公颈癌筛查 这样的话 能够有利于我们发现 早期这种病变 及早地阻断它 首先有一部分 共颈癌是HPV疫苗 没有办法预防过 另外就是 在接种HPV疫苗前 已经关了病毒 所以就算是接种了疫苗 大家还是要挺计 接种各个共颈的赛大 比免受限公颈的情况 毕竟有些身体的情况 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料 就跟家里给予男同胞 可能中瘾 结果他肥小咋的 我也有些浪费事 好 我们杀西来关 冰岛浮浅的那集 然后赵赵仪不敢下去 我要忍住不笑 结果回来去跟他说 没关系 又活了一天 已经很棒了 就给我笑到 废笑爆了 男子在视频中讲述 曾经想过多种住院的原因 却没想到自己会因为 看综艺节目而录院 他说当晚笑着笑着 就觉得肺有点不舒服 转身就费劲了 然后我睡醒了之后 我就觉得 好像有挣扎的一样 好像被车撞了一样 结果一来医院检查 我就气胸了 笑到报废 检查是气胸 为什么笑都会搞得那么严重呢 这种我们称之为叫 自发性气胸 由于它可能是处于 这种比较剧烈的一个笑 导致了我们的一个胸腔压 在短时间之内 有一个剧烈的增高 那么超出了我们肺胀的 一个承受的一个压力 就引起了我们肺的一个破裂 那我们肺里面的气体 就进入到这个潜在的 这个一个胸膜腔 就引起了这种叫自发性气胸 自发性气胸 多发于瘦高体型的年轻男性 好像发视频的男子 他也比较年轻 这类患者还要注意 反复发作的风险 有少数人他是会有一个 反复发作的这种风险的 那么对于这一类 反复发作的这种患者 那么有必要积极地完善 包括胸部CT这些检查 那么排除一下 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肺塌炮 自发性气胸会有呼吸困难 胸痛 刺激性咳嗽等症状 那我们应该怎样预防呢 避免像这种突然引起胸腔压 剧烈增高的这些动作的发生 一个就像刚才这个患者所说的 这个剧烈的这种大笑 剧烈的用这种用赏 比如说大力的唱歌 这种吼叫 各种样的多发于男性 近年发展去中老年 有肺部的肌肉样的发展 特别是身体比较瘦 就是那种瘦肠体型的人 特别容易出现个这种问题 不光是保瘦会导致脊胸 那种生活当中好多心理动作 都会导致脊胸的发射 所以一旦出现了胸痛 憋传 腹肌纹难 一定要七十九一 千万不要耽误了表情 最近的上班呢 穿得比较难过 很多领导教一些谈话 国家是亚冲上轮的时候 好多网友开始比较 材质感上班 穿过衣服 那么说国家现象 到底说明了洗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玩 首先 这是我 骑电动车上班的全套物账 一个帽子 其次 是一个全方位 360度直露眼睛的防空面杖 脸就不露了 因为没有洗 其次就是我这个小空手 它是这种露手指的 所以说我一天基本上都是不会摘的 还有就是这个长款的 全方位包裹的羽绒糊 非常的实用 羽绒糊里长毛衣 穿搭多年很经济 加上灵格小棉袄 打算一直穿到老 长筒袜压保暖裤 主打一个抗灵度 网友这种叠穿打扮上班 在评论区瞬间引起共鸣 自从上班后 终于理解了我妈妈那句 这衣服别扔留着干活穿 你可以找我谈恋爱 但不能到公司找我 穿这个去接孩子 孩子同学说我像萝卜刀 这些看上去不修蝙蝠的年轻人 被戏称为在办公室没有在乎的人 可见对于上班时的形象 打工人是有多么不在意 而因为这个梗开怀大笑的网友们 现在也理解成为超越 在穿的恶心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换个说法 其实这也是不在意他人眼光 我觉得舒服就好的终极表现 要说最舒服的时刻 那绝对是下班之后 换上居家服的时刻 不管是叠穿乱穿混穿 主打一个舒适 大冬天回老家时 甭管你带了多少套好看的衣服 最后你都会发现 一切都是徒劳 回家前的你 回家前的你 回家前的家是这家 好像先后穿这家 后边放下穿这家 前上门穿这家 回家后 小编曾经大言不惭 我出个门倒个垃圾 都得换衣服 现在出门综合体 就穿睡衣吧 所以再在大马路上 看到成群结队 家庭出行的朋友 穿着各式睡衣大棉袄 是绝对不会露出 一丝的嫌弃表情 我的穿搭我做主 谁也不许说谁吐 总结完毕 我告诉年轻人 是吧 取悦自己就好 开心 但是你不要就妨碍别人 就算上去 我应该是 关系的不太 皇家呢 可惜一种 对起无意乎个 非无利 好 接下来是 每位家长 在马上断上说 今天我们对前是 就是那是一把一卷 就一套国家 服务也计较 给这味道 真给家变子 黄豆烧虎皮鸡 鸡脚需要的原材料有 泡发好的黄豆 生姜 大蒜子 小米椒 鸡脚 首先鸡脚下锅焯水 可以放上一些啤酒 或料酒去腥 水开后撇去浮沫 焯烫到鸡脚定型 表皮微微变透明 出锅沥水备用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一定要控干水分 因为下一步 鸡脚就要下锅油炸了 起油锅 油面稍稍宽宽一些 油温七成热时 鸡脚下锅油炸 刚刚下锅时 大家可以用锅盖 稍稍挡一下 以防油溅 炸至鸡脚表面起皱 表皮呈金黄色时 出锅立油备用 再起油锅 爆香生姜大蒜子小米椒 香味一出 下入辣妹子辣椒酱炒香 下入足量的啤酒 再加入一勺清水 下入泡发好的黄豆 调味下入一些老抽 生抽 蚝油 鸡筋 白糖 下锅炒匀 随后鸡脚下锅 大火烧开 转中小火 炖煮入味 汤汁快收干时 下入一些13香提味 炒匀 撒上一些葱花 鲜香味浓的黄豆 上虎皮鸡脚就可以上桌了 最后再用一勺烫 给他用水 汤汁 刘泥 放入鸡汁 小火 温暖 在水 上虎皮鸡脚下锅 汤汁 水 汤汁 水 它用水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头晕头痛胸闷心慌 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血管通 心脑才好 经常头晕头痛 要清洗经常胸闷气短 要清洗用清洗八卫片 血液粘稠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卫片 二百七十余年清洗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洗八卫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洗 胸闷气短 要清洗 清洗八卫片 认准猛棋牌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症 病之治 重在源 治病 必求于本 就像 书筋建腰丸的诞生 砖药 砖治 腰椎间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陈礼记中华老字号 始创于1600年 400余年 砖研中药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 书筋建腰丸的砖药专制 书筋建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间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痴疼痛 书筋建腰丸 对症 书筋建腰丸 砖药专制 五方正药 值得信赖 书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400年 暖冻自补 时会够 就来都市严选 自补央生节 媒体大台 餐地之供 正品保证 价一发时 八十头文山三七 美金仅需 九十九元 西洋生 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湖 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 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 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 灵芝包子粉 买一盒 松一盒 都市严选 七年资补老店 值得信赖 现场还有 西藏纳区虫草 加拿大西洋生 优质天麻 藏红花 等各类资补佳品 均有产地特惠活动 活动地址 南昌 景岗山大道 巨峰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原九四医院正对面 景德镇 星桥十字路口 都市严选 华润万家对面 九江江中灵芝 都市严选 长湖大道603车队 公交站旁 好了 亲爱的节目 提着茄条 起油锅 油面稍稍宽一些 油温七八成热的时候 茄条下锅稍稍炸一道 待茄条变软 表面微微金黄 出锅立油备用 油温小湖 遥温小湖 城匙